古典园林风格 中国古典园林可以分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 皇家园林主要是宫帝王休息享乐的园林 其特点是规模宏大 真山 真水较多 园中建筑色彩富丽堂皇 建筑体型高大 著名的皇家园林由北京的颐和园和河北成德的避暑山庄 私家园林是宫豪门世家休闲的园林 其特点是规模较小 常用假山 假水 建筑小巧玲珑 色彩淡雅 现存的私家园林如北京的公王府 苏州的朱正园 上海的御园等 园林所处地理位置不同 建筑风格也不一样 北方园林建筑富丽堂皇 但不够秀美 北方园林的代表大多集中在北京 西安 洛阳 开封等地 其中以北京为首 南方人口较密集 所以园林地域范围小 又因为河湖 长绿树较多 所以园林精致 细腻 南方园林的代表 大多集中在南京 上海 苏州 扬州等地 特别是苏州园林举世文明 最具特色 暗论 把刀统队